人类乳秃病毒 什么是HPV呢? HPV就是人类乳秃病毒。 它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性传染病毒。 全球有大量人口正在被感染,自己却毫不知情,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沉默杀手。 多数人感染HPV以后,身体免疫机制都会将病毒自行清除, 但若持续性感染HPV可能导致许多疾病与癌症。 在人的一生中,有高达50-80%的几率会被感染, 而且只要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就有感染的机会。 世界各国的女性感染HPV的盛行率约为10%至20%左右, 也就是每1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或两名女性感染HPV。 目前有超过80%的HPV感染会在一年内痊愈, 也就是所谓的暂时性感染。 只有持续性感染HPV, 才可能引发癌前期病变或癌症, 且只有少于10%的人会持续性感染。 经由前面的介绍, 相信您已经知道人类乳秃病毒HPV主要是透过性接触传播出去的, 可能会造成人体感染HPV的传播方式有, 直接性交或是生殖器对生殖器, 手对生殖器, 口对生殖器等。 处女感染生殖器HPV的案例很少, 但许多是由非插入性的性接触所导致。 虽然在发生性关系时, 使用保险套能帮助降低感染HPV的风险, 但却无法完全保护人体隔离HPV的感染。 而除了透过性接触感染HPV外, 也有非性接触可能会造成人体感染HPV的说法, 但目前研究并未排除非性接触感染的可能性, 所以不想列其传播方式。 此外, 由于感染后症状并不明显, 大部分感染者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HPV病毒, 因此可能会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继续传给别人。 人类乳突病毒有许多不同的型别, 目前已知约有100多型, 病毒可以分为高危险型和低危险型, 而高危险型中最常见的是D16和D18型HPV, 低危险型则是以D6和D11型为大宗。 HPV病毒的危险程度对人们的影响也会不同, 以下将分别介绍高危险型和低危险型对人们的影响有何不同。 高危险型HPV容易引起子宫颈癌的疾病, 亦称为致癌性。 常见的病毒型别有以下8种, 分别是16、18、52、58、31、45、33以及35型。 其中HPV16型及HPV18型是导致子宫颈癌、 阴道癌、外阴癌最常见的类型。 低危险型HPV容易引发子宫颈上皮细胞轻度病变, 也可能导致部分子宫颈抹片异常或者失油, 一般俗称为菜花, 以及复发性呼吸道乳突状瘤。 此外, 不论男性或是女性都可能会感染低危险型的HPV病毒。 低危险型HPV容易引发子宫颈上皮细胞轻度病变, 也可能导致部分子宫颈抹片异常。 以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感染HPV病毒可能会发生的症状及其影响。 失油, 俗称菜花, 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染疾病, 大多都是由HPV感染所引起的, 会造成生殖汽油的HPV病毒以第六、十一型为大宗。 生殖汽油是一种突起的油状物, 大多都是透过性接触所感染的, 传染性高达75%, 生殖汽油除了有高度传染性外。 另一个特性是现在所发生的症状不一定是最近所感染的, 因为感染HPV病毒后会有一段潜伏期, 今天发生的症状可能早在数个月前就已经被感染了。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。